教育决定未来 为理想点亮生命的精彩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走进本期纽约教育指南 我是思思 最近全球的10亿万富翁榜上有两个人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一位是跟比尔盖茨离婚的梅琳达 另一位就是年仅27岁的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 关于布特林的人生轨迹可以称作是一个传奇 他4岁就开始学习编程 19岁辍学 他持有333,520个以太坊 以5月10日一个以太坊超过4,000美元的市值计算 27岁的他身家已经超过13亿美元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不少家长也开始关注起少儿编程教育这领域 本期节目将跟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编程教育的话题 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是我们专门为观众朋友们建立的编程教育的微信群 长期有效 我本人和本期的嘉宾也在里面 请大家扫描进去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来探讨编程的神奇之处 在本期节目的开始 咱们就来先来听听布特林的传奇人生 布特林是以太坊创始人 程序员 写作者 行内都称他为Vision 一个具有俄罗斯黑客背景的小伙子 誓言要用区块链来颠覆真实经济体系 1994年出生的Vision 今年刚刚27岁 他身材瘦销并不起眼 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在加密货币圈中的江湖地位 在他的影响之下 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成为了区块链的粉丝 并且与布特林会面 表示支持以太坊 当大多数孩子还在获悉尼的时候 年仅4岁的布特林就开启了他的编程之旅 1998年4岁的布特林 收到来自父亲赠送的一台电脑作为礼物 那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电脑 布特林好奇地探索着这个新奇的玩意儿 与其他人玩游戏不同的是 布特林痴迷于用微软Excel 撰写能自行计算的程序 1999年5岁的布特林父母离婚 布特林跟随父亲从莫斯科移民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换了一个新环境 这使他失去了许多玩伴 从此布特林更加专注探索电脑之中的奥秘 2006年布特林12岁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便开始尝试着用程序语言 撰写简单的游戏给自己玩 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布特林的父亲 一位一直鼓励和陪伴他的伙伴和启蒙导师 2011年布特林17岁 在读高中时 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到了比特币 这时对于新发明的区块链技术 并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以及了解 对于这种新鲜的东西 布特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并从事写比特币博客文章以赚起比特币 虽然当时的时薪仅仅为每小时2美元 2011年后期 布特林在社区开始渐渐有了名气 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人 邀请他作为联合创始人 一起创立了比特币杂志 并且担任首席撰稿人 2012年18岁的布特林 因其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奥林匹亚资讯奖铜牌 2013年19岁的布特林 进入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 但是布特林在进入滑铁卢大学8个月之后 便计划休学 专心于区块链 并且发布以太坊白皮书出版 开始募集开发者 当别人正在上大学时 他却蒙发了用区块链 颠覆真实的经济体系的野心 2013年 比特币汇率从前一年的10美元上下 爆炸性的攀升到了最高49美元 布特林此前赚到的比特币 俨然变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14年的迈阿密比特币会议当中 布特林宣布了以太坊 并且提出了多项创新型的区块链技术 该年7月启动以太坊计划重售募资 募得了3.1万枚比特币 当时约合1840万美元 并且击败了Facebook的创始人 马克·扎克伯格 获得2014年IT软件类世界技术奖 这个奖项表彰了布特林设计发展以太坊的突出成就 2015年7月30日 当时作为以太坊项目CCO的成员斯蒂芬·图尔 在官方博客上宣布了以太坊系统的正式诞生 随后便进行了为期42天的以太币预售 2016年年初以太坊的技术得到市场的认可 价格开始暴涨 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以外的人进入以太坊的世界 2021年5月10日 今年以来涨幅超过300%的以太币再创历史新高 单枚币值突破了4000美元 布特林以其持有的333,520枚计算 市值超过了13亿美元 以太坊币价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持续上涨 一年前它的价格才刚刚超过200美元 而截至目前以太币的价格已经涨了20倍 总市值成为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大加密货币 随着以太币价格的水涨船高 V神成功的挤进了全球10亿美元俱乐部 年仅27岁的他也是全球最年轻的加密货币亿万富翁 已经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过这样的观点 说未来每个人都要会一点编程 那么我们知道关于少儿编程最重要的 不是学习所谓的知识 而是通过编程来改变思维模式 不是learn to code 而是code to learn 编程教育和传统教育有所不同 这里不存在着标准答案 而是在教会孩子们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 那么今天的纽约教育指南 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编程教育领域的专家 未来领域的Peter正校长 跟大家一起探讨孩子学习编程能够得到的好处 掌握到的技能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现在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呢 是我们专门为观众朋友们建立的微信群 正校长也会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编程教育的神奇之处 欢迎大家扫描进去跟我们一起互动 欢迎正校长 非常荣幸请到您做客 我们今天这期的纽约教育指南 节目的开始 我们已经分享了关于学编程的一个传奇故事 那么今天也希望和您一起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探讨 孩子们学习编程的好处和对未来的影响 先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Peter 非常高兴在纽约教育指南节目 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少儿编程 那咱们就从最入门的这个问题了解 什么是少儿编程呢 那少儿编程是一门新兴学科 是针对青少年设计的编程模式 那它把原来复杂的编程语言 转换成图形化或者是游戏化的方式 呈现给孩子们 让孩子们在学习少儿编程 除了是为了让孩子们掌握编程 这一项使用技能之外 还可以让孩子们通过编程表达自己的想法 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运用编程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成为一个真正的problem solver 对我来说少儿编程包括编程都是还是比较晦涩的 这是我懂得不算特别多 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 有哪几种这种编程语言 分别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在少儿编程领域里面有三种非常热门的语言 分别是Scratch Python和Java 那Scratch是图形化编程 比较适合6到10岁的孩子们 它避开了复杂的编程语法 但是保留了编程思维 Python比较适合8到14岁的孩子 它运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上手的话也非常快 实用性也很强 需要孩子们去编写代码来实现功能 Java的话则适合14岁以上的孩子们 Java更偏学术一些 相对于前两者 相对于来说上手的难度会高一点 但是它是大学里面的STEM专业的必修课 也是高中计算机AP考试的必考课目 原来有分不同年龄段要学习的这种编程语言 想问您一下这个编程难学吗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现在全世界有2600多万人从事编程相关的工作 仅仅美国就有接近400万人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编程其实并不难 因为任何一个能够大规模产业化的知识或者技能 一定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所熟练掌握的 家长朋友们应该比较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就是这个学习编程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可以帮助孩子们掌握一项实用的技能 那未来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职场上都会受益良多 那其次的话可以帮助孩子们锻炼逻辑思维和数学思维 在编程的过程学习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非常多的数学知识 比方说像几何代数之类的课堂里面会学到知识 孩子们在学完之后在学校的课程里面也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 最后还可以帮助孩子们开发创造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运用自己写的一行行代码去解决问题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刚刚听您有说说这个编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数学知识 所以说需不需要学数学 数学好才可以去学编程呢 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对于少儿编程的一种误解 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数学好的孩子们虽然说逻辑思维能要更强一点 学起来可能更加轻松 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学不好的孩子们就学不会了 孩子一样可以学会 而且在学习过程当中还可以反补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的数学的水平 并且帮助孩子们强化这个数学的思维 家长朋友们应该比较好奇 就是我学了 我让孩子去学了这些编程 他未来都能从事哪些职业 有哪些这个编程相关的职业呢 能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在编程行业的相关的这个行业的岗位非常非常多 可以去做软件 做动画 做游戏 做数据分析 做风险管理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 如果你具备编程技能的话 都是大大的一个加分项 像是比方说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等都用得上编程 还有这么多呀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里头 像这种市场营销好像跟编程关系并不大 没有想到他们也是跟这个编程有相关的这个领域 那关于这种编程相关的这种工作待遇又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工作的待遇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来之前的话 看了一下US News的今年的全美的岗位待遇调查 那2021年也就是今年最好的工作 第二名就是Software Engineer也就是软件工程师 他的平均年薪达到10万美元 人才的需求每年都在增大 我们这个行业的失业率仅有1.4%而已 这个对比全美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六点几 根据这个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的话 专家预测未来10年内最受欢迎的30工作里面 排名第一的也是Software Engineer的软件工程师 可见编程这项技能不光现在非常的热门至所可热 在将来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黄金技能 如果孩子们是在Google Facebook这样大企业工作的话 大学毕业生的年薪就可以高达20万美元 那工作三五年之后甚至可以达到40万美元以上 另外还可以拿到公司的股份分红等等额外的Bonus 如果运气好进入一家日后上市IPO的公司的话 更是可以年纪轻轻拿到百万级千万级的股票奖励 我身边就有一个97年的朋友通过加入一家初创的科技公司 在19年上市之后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这也太有诱惑力了 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编程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发展前景 和这个上升空间是怎么样的呢? 那选对行业可以让孩子们少奋斗几十年 老话说得好 男怕路错好女怕叫错好 根据这个新闻报道在未来15年之内 编程的相关岗位都是人才缺口非常巨大的一个岗位 全世界现在有2000多万的编程相关岗位 预计在2030年就是十年之内会达到4000万左右 就是翻一倍 那科技行业也是一个正在稳步上升的行业 因为你看一下现在有很多传统行业都在寻求数字化的变革 很多传统行业比方说像保险公司、医药公司 或者说传统的制造也都在想办法就是数字化内部的运作流程 那软件工程的上升空间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平均三年就会有一次promotion 随之的薪资待遇也会翻一翻 家长朋友们听到了这么多关于编程的一些基础问题 他们非常想知道的就是说孩子他学完这个编程之后 可以达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在未来领域的话跟针对我们的Python基础课 我们是有十节课两个月半的时间的课程 孩子们学完之后可以熟练的运用Python编程 学会用逻辑思维去解决编程问题 熟练掌握很多编程概念 比方说变量、列表、循环、函数等等 然后可以使用Python来自己创造几何多边图形 以及用Python来完成一个编程项目 哇能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很厉害啊 刚刚也听您说了就是未来领域 会提供这样的课程 能不能也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关于未来领域科学教育中心这个机构呢? 好的 那未来领域是一家专业的少儿科技教育机构 师资团队都是来自于一线公司的在职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那所有的老师都具备成熟的校园教育经验以及专业的知识背景 我们面对全球提供线上以及线下的精品编程课程 为各年龄段的学生提供专业的编程技能培训 我们的学生遍布北美欧洲以及中国大陆市场 有很多家长他们在上海成都都是顶着时差来上我们的课程的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开新的班 我们在纽约的Long Island City以及法拉盛都有线下教室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基本都是在做梦上进行授课 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未来领域的老师的资历都是怎么样的 好的 我们的每一个老师都是具有非常专业的学术背景 以及丰富的业内经验 那每个老师基本都是在未来领域授课之外 都是一线企业的在职软件工程师 我们确保教授给学生的这个知识都是在行业内最新最前沿的 同时我们老师授课前也会经过我们严格的培训和筛选 他们都会非常会和小孩子们相处 也受到我们很多学生和家长们的好评 那么未来领域的课程都是有哪些呢 就是有哪些不同的课程给哪些孩子们进行设置呢 未来领域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有不同的编程课程 我们有针对6到10岁孩子的Scratch的编程课 以及Minecraft的游戏编程课 针对8到14岁的孩子们 我们有Python系列的编程课程 针对14岁以上的孩子们我们有Java编程课程 以及针对想要在编程领域深造 想要成为Suffer Engineer学生的 我们有这个专门的校长精品课程 课程安排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的课程都是每周一次课分为基础、进阶、高级、精英和实战 几个阶段 那每一个阶段都是十阶课 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达成我们进行规划的学习目标 我们的上课时间一般是放在周末的下午或者晚上 那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对应的这个假期课程 也会有这个比较快的课程 比方说连续十天学会Python编程 像这样子的这个Bookcamp的课程 家长朋友们听了这么多 肯定特别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课程是怎么去进行收费的呢? 我们的课程的话是我们基础课 比方说我们基础课程是十节课是268美元 那这个费用呢包括了每周一个小时的上课时间 一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以及考试的评讲和批改 那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布置作业 每节课作业我们都会评讲以及批改 每个学生会分配一名班主任 全程负责跟进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作业 考试反馈 那学生课后呢可以终身免费访问 所有上课用到的讲义作业 录课视频以及教学资料 可以让学生去回顾他们学过的知识 那真的是非常合适啊这个价钱 怎么样才能可以去报名未来领域的课程呢? 报名我们的课程可以直接微信 或者电话联系我们的课程顾问 也可以在我们未来领域和华人资讯网的 咨询群内报名咨询 也可以在官网报名 我们的官网是www.futurespear.com 好的谢谢郑校长啊 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纽约教育指南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期节目当中 获得有需要的信息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可以进入我们专门为大家建立的 这个编程教育的互动群 方便大家继续跟嘉宾进行互动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播放 未来领域的一则宣传编 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未来领域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未来领域少儿拍档编程课 开始招生啦 做我们小班直播教学 课堂高校沟通 专业师资团队英文授课 独家学生管理系统 及时跟进孩子学习情况 更有春季助学大礼包 等你免费领取哦